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市场调查机构IDC日前报告称 全球半导体市场在2024年复苏后 预计2025年将实现稳步增长 AI需求的持续增长和非AI需求的逐步复苏是主要驱动力 IDC预估2025年包括晶圆代工、非记忆体、IDM、OSAT和光照制造等 广义的Foundry 2.0市场规模将达到2980亿美元 同比增长11% 长期来看 2024年至2029年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预计为10% IDC在报告中指出 作为半导体制造的核心 晶圆代工市场在2025年预计增长18% 台积电凭借其载5奈米 以下先进节点和CoreOS先进封装技术的优势 AI加速器订单强劲 预计2025年市场份额将扩大至37% 非记忆体IDM方面 该机构预估因AI加速器部署不足 2025年增长受限 预计仅增长2% 英特尔积极推进Intel 18A Intel 3 Intel 4工艺技术 预计在Foundry 2.0市场保持约6%的份额 英费零、德州仪器、异法半导体和恩质普等企业已完成库存调整 但2025年上半年市场需求仍疲软 下半年有望企稳 外包半导体封装与测试 OSAT方面 IDC认为传统封装测试业务表现平淡 但AI加速器需求激增带动先进封装订单增长 避暑、ASE集团的SPIL、Anchor和KYEC等厂商积极承接台积电 CoOS相关订单 推动OSAT行业2025年 预计增长8% 台积电在全球的生产布局加速推进 美国亚利桑纳州的第一座晶圆厂 已于2024年第四季度进入大批量生产 第二座和第三座晶圆厂也在按计划建设 此外公司在日本、德国等地的晶圆厂专案也在顺利进展 通过全球布局 公司能够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 同时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在技术方面 公司继续巩固其在先进制程领域的领先地位 2奈米技术量产会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技术优势 公开数据显示 台积电2024年第四季度总营售为268.8亿美元 同比增长38.8% 净利润为115.92亿美元 同比增长57.1% 其中 3奈米和5奈米先进制程技术需求强劲 推动公司业绩增长 某机构日前发出的研报中认为 台积电第四季度毛利率为59.0% 同比增长6.0个百分点 净利率为43.1% 同比增长5.0个百分点 主要受益于产能利用率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尽管同时面临3奈米技术量产 带来的贪薄效应和电力成本的上升 但产能利用率与生产效率的提高 仍使得公司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不过 台积电据悉已经抵达新的里程碑 台积电宣布将于4月起 接受2奈米晶圆订单预定 在全球率先量产2奈米 预计今年年底月产能将达到5万片 潜在客户包括苹果 AMD 英特尔 博通等 台积电目前有两家工厂 正在全力冲刺提高2奈米晶片产量的目标 分别位于台湾的高雄和新竹 据悉 在接受订单之前 台积电还在三月底在高雄举办一场扩产仪式 而苹果似乎将成为台积电2奈米晶片的第一位客户 而台积电则回应称 该公司计划于今年下 半年在新竹晶圆厂量产首批2奈米晶片 领先于其全球竞争对手 此前 知名分析师郭明基曾抢先透露 苹果将在2026年下半年推出的iPhone18智慧型手机上应用2奈米晶片A20 当时 郭明基指出 由于成本原因 并非所有iPhone18手机都将采用2奈米晶片 但由于目前台积电的制造工艺进展顺利 在三月就实现了良率的大幅提升 苹果有可能可以扩大其雄心壮志 据业内估计 按照目前的速度 台积电到2025年底将有能力生产出5万片2奈米晶圆 而随着新竹和高雄工厂的全面投产 产能可能达到8万片 这足以满足目前市场对2奈米晶片的需求 除了苹果之外 台积电还希望通过进一步降低成本 来吸引AMD 英特尔 博通等其他客户 据一份报告称 这些客户也确实在为2奈米晶片排队 行业观察人士预估 2奈米晶圆的每片成本在3万美元左右 但台积电启动一项名为Cyber Shuttle的计划 来降低客户成本 即允许客户在同一测试晶圆上评估自己的晶片 以帮助减少不必要的开销 Trendforce分析师Joe Antiel表示 台积电的尖端技术和庞大的生产规模 将使公司今年继续主导全球2奈米工艺市场 台积电在3奈米晶片的全球竞争中 几乎达到垄断低位 而最新消息来看 其在2奈米技术上的优势已经远超同行 三星目前为止 仍未吸引到足够的客户来参与其2奈米晶片的代工 英特尔则在技术上落后 花旗分析师Laura Chen则在报告中写道 相信台积电的长期和短期前景均正常 且不会希望目前的半导体格局发生任何变化 这也意味着该分析师并不认可台积电 将收购英特尔晶片代工部门的传言 并据海外媒体WCCF Tech报道 台积电正计划将第一批2奈米测试晶圆快速交付给客户 并表示台积电2奈米制程的良率已经超过了60% 预计明年苹果iPhone18系列所搭载的A20系列处理器 才会采用台积电的2奈米制程代工 到目前为止台积电在晶圆代工技术方面一直是占据领先地位 此前有报告称台积电的2奈米市产良率已经达到了60% 并有望在今年年底实现量产 但有分析师表示台积电2奈米是生产60%的良率数字 是在数月前报道的 现在是生产阶段已经取得了一些改进 以至于很快可以进行全面生产 对此天峰国际证券分析师顾明基重申半年前预测称 由于iPhone18系列中的A20晶片将采用台积电的2奈米工艺进行制造 台积电2奈米晶片的研发市产良率 在三个多月前就已高于60%至70% 现在则已远高于这个范围 总体来看 作为高阶智慧型手机市场的领导厂商 以及台积电的第一大客户 苹果可能会率先采用台积电的2奈米制程 虽然此前名为Jeff PU的分析师称 苹果明年推出的A20系列处理器仍将会采用台积电3奈米制程 但是近期其修改了该说法 他现在认为苹果A20系列处理器将使用2奈米 工艺不过并未说明是否仅20%才会采用2奈米制程 另一位分析师天风国际证券的顾名机预测 并非所有手机都会采用成本高昂的尖端晶片组 因为每片2奈米晶圆的成本估计为3万美元 鉴于2奈米晶圆据说再比3奈米也有着更高的要求 台积电正在与时间赛跑 以便在其在台积电2奈米晶圆厂启动并运行生产 但随着台积电宝山和高雄工厂的全面营运 台积电可以在2025年底将2奈米晶圆的每月产量提高到8万片 其中新的Cyber Shuttle服务于4月开始 这允许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在同一测试晶圆上评估他们的测试 以节省成本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